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 政经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呢我这个录影的地方呢很怪 我录影的时间也很怪 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现在呢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到了纽约嘛 到了曼哈登 这边的旅馆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那一个晚上大概差不多新台币 一万五到两万之间 结果那旅馆小得不得了 那厕所很小 所以我不管在厕所的任何一个地方 那个光源都是从头顶上打下来的 因为就很小 那我现在坐在马桶上 我背后是水巷 可是那个灯光光源就不太云不太好 请大家多包涵 今天呢我们在台北地方法院 告这个恶官 黄国忠 虽然黄国忠呢调到了惩戒法院当法官 可是这本身这件事情就很荒谬 因为这个庭已经是开了第三次吧 就是我们到台北地方法院 去告台北地方法院院长 由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来判决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充满了喜剧跟荒唐 那今天的这个过程其实还算是平铺直序啦 这我对我们这种对司法的要求已经非常卑微的人来讲 我们觉得这样就对了啦 就是法官不要要武扬威 也不要像那个张勇慧这样子就是瞎得不得了 那这个被告的律师或者原告的律师 就大家这个君子之争嘛 别像林元龙那样在法院妈三字经 对不对 我叫他道歉他还不肯道歉 还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那没办法 这就是人的素养 这我们不能逼人家 这个去改变他的素养或家教 或者他养成的过程 我只能劝他说 我说你要不要把你的话收回道歉一下 他不愿意不愿意我 你说我就当庭告他嘛 我觉得他就可以辩护说 我讲那个那个叉叉的这种东西 我也不是讲你对不对 那如果他这样讲的话 那张静律师在法庭等到判决结束之后 就骂这个时候法官混蛋 那为什么要被这个送惩戒 那为什么要被起诉 这个就题外话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听听张静律师 对于今天的庭 他的一些观点 我们本来以为 或者说推测 他有可能今天要结案 不过今天没有结 那我有申请传两位证人 那这两位证人他下次会不会传 我不知道 法官没有表示意见 所以等到下次开庭 我们才会知道 或者我会事先问 为什么 为什么要事先问 因为如果有证人出庭 我必须要事先准备 我必须要事先准备 问题 如果证人不出庭 我准备的问题也没意义 可是他也有可能会跟你说 有船然后后面没来 也有可能 起码他有这个动作 他只要有这个动作 我就一定要准备题目 不管他 对方有没有来 因为我现在申请传的两位 一位是张永会法官 在第一次不经延迟辩论 就结案的那个判决 后来被高院废弃的那个判决 那个判决的时候 书记官 一个红书记官 我有申请传 因为有关判决的公告 跟这些判决怎么样交到行政庭长 就是公共关系室主任那边 我不认为是法官自己在作业 也有可能是书记官 在帮忙作业 所以我们有传书记官说了解 至少了解说 张永会什么时候把判决书 交到了书记官手里 现在有两个时间点 一个时间是14号下午 一个时间是15号早上 而且整个我们告张永会的案子里面 原来在地方法院从来没有提到 说前一天早上 14号下午 前一天下午就已经有传判决书的行刑 所以到了 告张永会的第一个案子 到了高院 台北地院才这么说 让我们觉得说 你讲真的假的 对不对 你的公文书都变得没有公信力了 而且判决明明是15号宣判 怎么可能14号判决书就传到书记官手里 一般来讲是宣判后才会把原本交给书记官 让书记官去做正本 你如果宣判的正式判决书出来之前 只有张永会自己手里有而已 当然 对不对 别人怎么可能会有 如果别人会有就表示你泄密了 对不对 那这个台北地院自己也说 他们是15号下午3点54上传给大家 给媒体 所以媒体理论上 应该在3点54分以后 才会窒息判决的内容 甚至也才会窒息判决的主文 开始研究怎么写稿子 对对对对 结果3点14分 新闻媒体就已经就有一家发布了 那你不觉得 而且你想想看 3点14发布新闻 交给这个媒体的时间 一定是在3点14分之前 可能10分钟15分钟20分钟 看这个媒体 针对来的这个新闻 他要怎么去做改写 或者应该讲说 怎么去编辑成为媒体人的用语 对不对 从一个法律人的用语 的判决或者新闻稿 变成媒体人的用语 这个需要 以你的经验来讲 这需不需要10分钟15分钟 差不多应该 虽然是看功力啦 但还是需要时间没有错 一定要时间 所以你看3点14分就已经对外 媒体就已经对外说 彭文正败诉 然后这个判决的内容 理由是什么 所以他可能在3点5分 3点6分 或3点10分就已经到了 到了这个媒体的手里 3点54分他才正式发布 四十几分钟就已经 就已经泄露给媒体了 今天被告的诉讼代理讲了说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清联系问题 这个媒体可以多 这个好几种管道 多方管道可以获得 预言头只能是一个啊 所以我就跟法官讲 我说被告自己都承认 诉讼代理都承认说 有几种 泄密的管道也有很多种 对对对对 我说你可以看到 一定有泄密的管道 对不对 否则的话怎么可能 媒体会知道呢 下真是说溜嘴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案子在 正式对外公布之前的 四十几分钟之前 就媒体就已经知道了 就有媒体知道了 所以这种知道 法官就问了 彭文正说 那媒体提早知道 四五十分钟 提早知道对你有什么 对你有什么损害 当事人不晓得呀 当事人到四点半 彭文正是到四点半才知道 这个是最严重的 对啊 就是他就无从反应 对不对 本来如果大家都一起知道 他就马上 他可以做反应 可是人家比他早一个半小时 知道他要怎么反应 对不对 那他觉得说对他 就会造成伤害 而且说真的 媒体事先知道 是不是真的 最后判决书就是这么写 记不记得 黄伟的起诉书 当初在 3月29号的起诉书出来 我看了媒体报导都说 彭文正被以违反选霸法 跟加重毁谤起诉 等我们四月间收到起诉书的时候 那个防害违反选霸法完全不见了 还多送一份不起诉书 那时候还多送一份不起诉书 而且起诉书里面的 刚刚讲的 那个违反选霸法的 就再也不见了 可是3月29号的起诉书上面 据媒体的报导 好几家报导都说 彭文正被违反选霸法起诉 我作为媒体人 我们当然是想尽办法的 要挖掘新闻 但是我们也没有通天眼的本事 没错 不可能是我观落音来的 所以这里面 他们的环节的操作 去泄露给媒体事先报导 然后呢 令风向 对对对 让彭文正也是措手不及 这个彭文正甚至事先还不晓得 人家告诉他说 你已经这个判决驳回 驳回的理由他都知道 被打得迷迷蒙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对于这样子的重大 瞩目的案件 媒体当然会去追 但是没有法院的配合 媒体不会知道 大家要知道 这个案子是没有宣判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没有开庭宣判 不经延迟辩论 直接就是用书面驳回 媒体怎么会知道 一定是有人要带这个风向 对不对 我作为媒体人 我也非常感谢彭皮尤 其实这件事情他没有要对 对当然这些媒体人当中不包含我 但是彭皮尤他自己也当媒体人 所以他没有要对媒体人追究 因为挖新闻本来就是我们的天职 但是这个从中到底是有谁要运用这件事情 要去操控什么 操控风向 这个就是可恶的 对这个能够去操控媒体 也只有公家机关 一般私人很难去操控媒体 对不对 像这种跑司法制止的 绝对是法院地检署泄漏 他们才会知道嘛 能操控今天来这边来报这条 就是来报论文门的 就不是走我们了啦 对没说 能操控全部都来了 对对对 好那今天主要开庭都是针对这个内容吗 对大家双方算是 我们工房的蛮多 然后也做了征典的整理 那我们就提出了要传两位 刚刚讲一位是红书记官 另外一位就是行政庭长 行政庭长也就是公共关系事的发言人 因为他一定看过新闻稿 而且被告今天也承认 他自己有批过这个新闻稿 他自己承认自己看过新闻稿 得核准这个新闻稿让行政庭长 让这个公共关系的发言人去发言 所以这一个新闻稿是黄国中知道的 所以我们也传这个行政庭长来说明 这个案子这整个的新闻稿也好 判决书也好 是怎么样会先到媒体手上的 要经过查证 所以法官今天就完全没有结案 但是是不是真的就会传两个证人 法官没讲 讲一个额外的 就是说上一次开庭 我们有开了一个玩笑说 这个黄国中他自己没有亲自出庭 大家应该要敲敲他的门 因为他就坐在里头 可是他现在因为要转掉那个 就是承接法院 对我们这个玩笑话一讲完 这下没了这个玩笑了 这也促成了我想说传两位 书记官跟行政庭长的原因 因为如果黄国中还在这里当院长 他们两个要出庭的机率大概是零 谁都不敢出庭 对不对 因为他是直属长官啊 肯定没那么只手遮天了 对那现在黄国中走了 离开了这个台北地院 至少我觉得他们的 要出庭的假设 今天这个法官真的要传他们出庭 他们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一大助力 就别说到底传来不来啦 就是说传不传这件事情都有 心态上都有影响 因为连传不传都会有影响 黄国中可以讲说你为什么要转 他如果真的要干涉审判的话 对不对 你认为他今天当被告他就真的自知不问 就这么潇洒的这个认为什么事都没有 他我不认为 对不对 我不认为 那因为他转调嘛 然后转调到成绩反应 其实我有查了一下啦 他是因为明年准备要退休的嘛 然后他好像在今年的时候就一直反应说可能 身体也不是那么好啦 然后就想要换到比较轻松一点单位 就不要那么重的责任 我在想是不是论文门让他 对啊 你觉得他身体不好吗 看不出来吧 大概论文门会让他就是精神比较错乱一点 压力比较大压力比较大 也许 也许 因为 因为 我实在看不出他身体 有任何不好 当然 有人身体不好可能是内部的因素 有可能心理状态很紧张啊 我相信他对这个案子 包括我们今天彭P在台北地院告的 已经几件案子了 我相信 对他来讲都是一种压力 他也不知道哪个法官忽然 忽然这个 不能说白目 忽然这个 忽然太公正了 忽然不是 不受他的节制的时候 这个 他会觉得哇 这个 这个上 跟上面怎么交代 会有错 我认为啦 这些首长们 想要 把守住官位的 大概都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 今天 针对的内容是说 接下来可不可以传两位证人啦 那还有就是当初那个 新闻稿有泄密疑虑的问题吗 那但是我们其实告黄国中不是只有这一件事嘛 因为一系列太多了 这四组我们本来还会有想要告黄国中另外的案子 就包括他违法的通缉 因为最后虽然是姚念慈决定要通缉 可是通缉书的发布一定是 通缉书的发布一定是 通缉书的发布一定是 法律规定 刑事说法规定 通缉书我们一般讲通缉令啦 这种发布一定要由首长的名义发布 我们想针对这件事情也要告黄国中 但是目前还没有告 但是大概到今年的11月要做决定 为什么 两年时效要到了 现在已经9月 再两个月我们要决定针对通缉的部分 要不要去告黄国中 损害赔偿的部分 因为这种违法的通缉 还造成他的护照被注销 又拿不到新护照 现在回来都有点困难 而且说真的 这根本违反了通缉的本子本意 所谓的通缉 我常常跟大量说 什么叫通缉 弃 或者讲通缉 就是要把他抓回来 现在我们不但不把他抓回来 还把他丢在海外 不让他回来 你不觉得吗 这完全违反了通缉的本意 通缉本来是 招到天下 去拿归案 结果现在是呢 把他驱逐海外 这叫什么通缉 是一个勇士不得回京的那种概念 真的是 要苏武牧阳十几年 有可能 所以我们本来 在大概两个月之内 要决定要不要告黄国中另外一件事情 这里要告就可能 跟姚念慈 也有可能一起告 也有分开告的可能 但是我们先把今天这件事情 现在还在地院 看看法院会怎么操作 最后会怎么判决 那我相信这个案子 等到差不多宣判 下一次开庭是 10月30号 对下午三点半 然后呢 有可能就会辩论 所以这个案子大概会在年底 11月间到12月就会 判决书就会出来 就会正式宣判了 可是我相信双方一定会上诉 派我们赢黄国中一定会上诉 派我们输我们会上诉 这案子啊 在大选之后还会继续中 我们看看大选前后啊 我们的司法机关啊 对于我们的这些案件的态度 有没有改变 如果很明显的我们看出改变 就是代表了 就可以证明 有一只手在操控着司法 现在这只手慢慢 慢慢残废了 搏脚了 这个大家又恢复正常了 也许我不知道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其实我们想见的这些案子 就是看看说 我们台湾的司法到底有没有独立 到底撑不撑得起 让我们人民瞧得起法院 瞧得起法官 而不是都是很多的混蛋在里面 我们在这些案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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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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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